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是不是会掀起和平的风云 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时辰 那么陈林先生可以帮您找到 所以一定要关注留在我们的节目上 首先我们还是要来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陈林先生 陈林先生是江西都昌派第16代的风水传人 传承明朝国师徐登峰所创立的都昌派的风水 是国际著名的奇门遁甲和东方策略学专家 通晓八字四柱 紫薇 六瑶 梅花 奇门 太乙术 风水学 性名学 品牌学等等 陈林先生曾担任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竞选总部首席的国操顾问 也曾经与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系合作 研究开发出曼陀罗风水建筑体系 曾经获得居家吉祥风水创意设计领跑者的称号 首先来欢迎陈林先生 陈林先生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知道 今天这个题我觉得对于陈林先生来说 应该还是蛮能够跟大家分享您的经历的 因为我们刚刚介绍过了 陈林先生是曾经在马英九的竞选总部担任国策顾问 所以您对于马英九先生应该比较的了解 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马先生他是去了中国大陆来祭祖 那么您能可否先从这个命理的角度来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马先生 好的好的 那就是等一下我们只要讲的马先生的音乐 那这个我们现在还是我们的节目还是一个属于这个推广国学的节目 也是很多人吧 很多人都从我们的节目中学到了很多 有的人可能无意中收到了我们的节目 所以看完觉得很受益 然后一次性把我们以前的节目全部看完 就是有很多的节目 很有用 对 很多时节目他是听完了他不会再看的 对 那我们节目很神奇 就是说他每集可能一次看三遍两遍甚至很多遍 那就是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世间万物啊 它都是一个cycle循环的啊 就像易经那样的旋转的 那因缘所致啊 那没想到今天我来会讲这个马先生 我还没想过啊 然后呢 那我们还是要呢 我们来讲他的八字 讲八字呢 之前呢 我们有讲过一个理论 就是讲世纪 世纪改运学 没错 那这个学问呢 我每次讲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呢 八字中很多人会看 学得越多的人呢 很神奇啊 他就觉得越来越复杂了 你知道吗 对 越来越多元素了 越来越多元素了 他看不清楚了后呢 东说东有理 西说西有理 然后呢 我也一直说的 举例子说 其实就像一个九 摆在这个地上 然后呢 在这边看的人说是九 在这边看的人说是六 对吧 那这边看的人说是一个圆 打一个圈 所以 其实啊 不管怎么看 他们只说到一个面 他不是全面的 所以也不能说他做 也不能说他对 但是呢 我们呢 从一个高的维度来讲的话 就说我们身在这个宇宙之中 特别我们身在太阳系 我们是在太阳系影响的 所以太阳对我们的地球中的 每一个生命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所以我推广的这个四季的 实际调调调用神 也可以讲算是八字中最简单 而且抓到这个 抓到这个用神就是药 这个几率是最高的 当然呢 也有百分之 可能三十以上是不是在这里的 特殊的 但是至少抓到了百分之六十七十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马英九是不是这样 你看 马英九我们一看呢 不要先看八字 去看他 1950年的7月13号 我们就讲说他是夏天出生的 夏天的话 天气一定很热 那天气很热 那需要什么呢 需要水 当然要水嘛 对不对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嘛 对不对 那谁来生水呢 金会生水 所以我们的所有自来水的水 都是金属水管疏导过来的 哦 所以我们的金会生水 金会生水 所以从这个原理来看 其实那马英九的 我不要看他的十柱不知道啊 我们就看他前面的这六个尺 我们确定他的调后用神是金水 这样可以吗 简单吗 我们来印证他的走向 就明白了到底对还是不对 好 他的八字有个很大的特色 他的三观 就是年柱跟月柱 年柱跟月柱是什么呢 年柱其实就是主上的应得 那月柱呢 就是年柱实际上是地球的 木星土星磁场 月柱其实是太阳磁场 所以月柱其实代表的是 父母宫 也代表是这个兄弟宫 他的年柱带着主上的 也可以讲父母宫 还有他的上一辈的能量 那这两个是他决定不了的 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决定 我们的DNA 那日柱就代表自己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日柱的日元叫吉 吉其实说是代表的是马英九 那这个车子的八个字 就是这个配字 就是这个车子的配字 就是每一个人的出生的配字都不一样 而每一个人都是从出生到死亡 每一个人的起点跟终点都一模一样 但是这幅图啊 就是旅程的图是完全中间的风景 以及中间的过程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讲说八字 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旅游的说明书 一个导图 这个这样很明白了 那这个出生的这个车 这个八字实际上就是这个人的配置 这部汽车的配置 有的人的车子配置比较高啊 他就比方说是法拉利好了 那有的人的车子配置可能就是拖拉机 还有个人更惨的就是 他连车子可能都不是了 就是不自身车了 对 所以自己要自己骑了 有吗 好 这就是 那道理开这个车的人是谁呢 就是日元 日元就是我们所称为叫吉日元 那有开车的这个人总共有十个天干 有十个家庭 那是其中之一 吉是其中之一 那吉啊代表土 所以冲到吉土的人 我刚说了就是吉土其实很厉害 它是万物生长都是土壤出来的 它的宝藏都藏在里面 吉土非常的宽广包容 憨厚 这是符合马英九的个性 他这个人是比较有中的 中意的 土是属于中意的嘛 比较能够包容的 那我们美国也是吉土的 所以他内在含域 有很多丰富的这个能量在里面 吉土的 我们这个美国也是吉土命格的 然后呢 这个 那吉土的人呢 因为也代表脾胃 就是脾胃 那说明这也是美食家 就是喜欢吃 所以马英九 他也做过很多这个吃的节目 那就说明他很喜欢做吃的东西 那吉土代表脾胃嘛 然后呢 他呢出生在魏月 魏月其实就是又有火又土的月份 他的能量是最强大 叫月灵 对 所以他的脾胃功能很强大 那我们要看他的用神是 就是如果我们刚刚说他的用神是金跟水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说 对 如果他的八字中 任何人的八字中 他的用神就在他旁边 隔壁 那他就是命格的能量很高 听懂了吗 如果他的用神离他很远 甚至他的八字中没有出现用神 他的命格的等级就会低 简单吧 很简单 所以你用的药就在你旁边好不好 当然好 所以我们来看 他的月灵的旁边就是鬼水 他的日支 日支的下面就是夫妻功 就是油 油就是金 所以他的老婆对他特别有大的帮助 忘乎 对了 忘乎忘乎 金又来生这个水 金又来生这个水 所以 然后旁边有一个商官来生这个水 商官又生这个水 旁边粘住的商官 就是他主上的商官 你看 两边都来生水 其实他的格 实际上叫做商官生财格 或者叫我们中国 食商生财福至天来格 就是 这就是我们来分析这个格局的意思 就是告诉大家 如果你所用的用神 就是药就在你的旁边 而且还得利 得根的话 得住的话 你就是一个比较非常好的命格 这样懂了吗 这么简单 说了这么多意思 然后我们来看 他是不是很小就得利了呢 他是真的 九岁到十八岁 生有序就走经运 生有就是经运 就是长大的经 来了 然后呢 在亥子丑的时候 从三十九岁到五六十八 亥子丑就是北方就属水 你看伯伯港夏天就要水吗 你看 明显的他的韵也好 对 韵 跟他的命又配合 当然他的命格就好了 这是一定的 好 所以你看到了三十九岁以后 就一路唱红 对 一路唱红 到过台北市长也好 到过两任的 从五十九岁到六十八岁 这个头会跟这个友会合为经 就是他的用神 但是也有在他从政的这里 为什么说那个时候呢 我会讲到我跟马英九怎么碰面 我会 我当时跟他握了手以后呢 我就跟他讲了 说你会当选为台湾总统 而且会两任 两任连任 当然他在当总统的过程之中呢 其实是很艰难的 那为什么这十几年是艰难的呢 因为五十九岁到六十八岁的时候呢 叫极丑 跟他的月份呢 叫天克地冲 也就是说鬼水的被这个极土克 然后呢 口味又香冲 所以他在 他的极的过程中又肠为由凶 肠到了凶 所以他在执政的十年 就这几年呢 执政的过程之中的两任的过程中 并没有产生很强大的力量 没有做出很大的政绩来 也就是因为他所走的运有瑕疵 发挥不出来 那现在来讲的话 他现在的走什么运呢 正好走正观运 现在是运来了 正观就是最难的来讲是事业嘛 所以正好在 今年就是 虚岁七十四岁 十岁七十三岁 那也就是说 他从六十九岁开始 六九 六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 正好呢 走到营 营上面就是一个营嘛 就是正观了 他今年正好走入正观运了 就是 那这个正观代表事业 代表他自己本身 他自己有一个富的一个官嘛 一个事业要赋予他了 所以我可以讲说五年来 五年 这个马先生 这五年来讲都是会做这个事情 都会做于这个两岸的这个之间的关系 都可能会穿梭在这两岸之间 五年 这个正观 就正观就是 就是给予你官了嘛 有一个职务了嘛 对不对 所以正观强大 职务就强大了 所以 你没有官 谁来听你的呢 谁来管你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所以他正好走入了正观运 而且今年是 为什么是在今年呢 因为今天是某 某呢 跟这个魏啊 会开他的墓库 墓就是 己土的正观 而且这个银呢 甲己合化 就是这个银的这个墓 甲木跟他的本命的日元 起合化 甲己合化了 合在一起了 就正观合过来了 为土 所以 他一定会成为 我们所称为的 中 就是两岸的和平大使 哦 会推进这个事情 这五年作为 他的 一定的 一定的成为了 这种和平大使了 那当然对他好 还是不好了 我想啊 对马先生来讲 他可能是希望 和平同意的 嗯 对 就这里有一个 所以他写了一幅 叫和平奋斗嘛 为和平而奋斗 嗯 然后呢 振兴中华啊 呃 这是他的心愿 写的心愿 嗯 当然我觉得和平 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这样说 我记得有一个 很有名的人 得了洛别尔奖的 叫 Mater Teresa 嗯 他呢 当很多人在 就是说我们叫 反战的时候 反战了 就是反对战争的时候 嗯 很多人都请他 出来游行 反对某个人打仗啊 或者比较反对 美国打 打伊拉克啊 反对什么 嗯 但是 Mater Teresa 我不去参加 可是当 如果你们想要 为世界和平的时候 我愿意去参加 嗯 这就是说明的一个道理了 呃 和平跟反战是两回事情 哦 对 我就是不同的概念 嗯 懂吗 反战就代表我要反对一方 你你可能是 也许你所谓的呃 你反对是苏联 嗯 呃 俄罗斯 你有可能反对是乌克兰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有一个对立面 对 和平的意思就没有对立面了 我们呃 其实这个你说谁对谁错 真的是一下很难判别 包括这个呃 俄乌的战争也是这样 没错 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受伤的 也都是受伤者 对 难道俄罗斯不就是受伤者吗 对 难道是乌克兰吗 对不对 那一定是要评判 俄罗斯就是不好吗 当然也不是 所以我这样想说 只要和平 一切都是最好的 哎 是的 那当然我 我以前讲过 有一个叫做 最危险的时期 也就是在 从的台湾的八字 推出来的 嗯 在有一个危险点 也在具备图出现了 啊 这危险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 在2026年的时候 叫丙武年 那年是火特别之强大 最为担心的就是 会发生 两岸之间会发生战争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都不希望 接到你知道吗 当然 只要战争 没有一个人逃过 我觉得你会很好做 对 当然 我们在美国华人也不会很好的 嗯 你在中国大陆的华人也不会 你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国人 也不一定你觉得就很好的 对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这次做啊 是不管他有没有效果 等一下我会来讲 但是他至少开了一个先河了 他说他是三十几 三十六年没有去 回去中国了啊 就是三十六 等了三十六年的时间了 嗯 从一九四九年来 从来没有一个国民党的 我们晓得 不管是现任或者议论的高官 去过这个中国啊 但是可以讲算是一个破冰之旅了 破冰之旅了 是的 没错 没错吧 对 所以我觉得他写的这几个字 我觉得非常的认同 我希望和平 嗯 我不希望战争 啊 我也不希望在二十六年内 二十六年内 那段时间爆发战争 啊 这是我们体愿 当然没有发生的事情 永远都可能实现的 记住哦 嗯 没有发生的事情 所以预言的本质 它是half to half 嗯 不是说一定会发生的 所以这佛要讲无常嘛 只要前面的因缘 发生了某种变化 后面的结果有可能发生变化 所以也可能是和平 和平的去处理了这个事情 这有可能啊 这有可能 然后我们讲说 因为马云九呢 跟我某种特殊的因缘 也来源于是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叫风景佛啊 他算是这个 他跟这个蒋经国的关系很好 他可能是台湾的副总理级的人 他是监察学院的 以前的监察学院 所以呢 以前呢 马云九是这个蒋经国的这个 也算是秘书 也是英文的翻译啊 所以经常以前呢 就直接会到我的爷爷家里 他马云九说叫风公馆 那也是到我爷爷的家 去去拜访嘛 或者是请教长官嘛 那这个 所以也是一特殊的员 也就是我们特殊的员 那我这有张照片 也是他在当这个是市长的时候 我们一个合影 当时我跟他握手的时候 他的手跟钳子样的 很硬 那我就可以判断这个人很直 自我约束能力很强 他是一个很有自我约束的人 所以你看他的身材啊 像都保持得很好 嗯 然后呢 他对自我的跑步啊 对自我的管理非常好 对 而且他的这个 对对对 但是他就是 男人的手很硬的时候呢 是好 但是真正最厉害的人呢 手是要软的 哦 嗯 对 也就是当人的男人的手 很软的像豆腐一样的时候 这个人就很厉害 因为什么 就是两面都厉害 嗯 两面都厉害 握过成龙的手 成龙的话 手都握过去 你握不住 就像一个豆腐一样 哦 是吗 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叫肺鱼青 我也跟他载过去 也是这个手握过去 也说 你感觉不到他的手 所以这种人呢 呃 就像蛇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假如说 十二生肖 可以把蛇排第一名 最厉害的 因为蛇啊 他碰到了金 他就变成金 他碰到了水呢 他就变成水 他碰到了火 就变成火了 所以我们几代了 我们中国几代领导人 像毛泽东 骑大的 多属蛇 所以这个蛇啊 他 呃 你说他阴险嘛 那没办法 他就是这样的 啊 所以呢 马英九呢 就很直 啊 啊 就是我想他的前世 应该是一个侠客吧 就是一个很正直的一个人 所以从他的心里面讲来讲的话 他要和平 嗯 他想要在他的有生之 像我讲他正好走入了五年的正观 他想为和平而去奋斗 嗯 他想 当然振兴中华是我们所有华人的这个愿望嘛 对 他不希望战争 我想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我 我非常的赞成 啊 好 是的 谢谢 谢谢这个 陈林先生跟我们分享哈 这个他和马先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际遇哈 那么而且我相信这样的一次就像这个 呃 陈林先生说的 他是属于一个破冰之旅 就是说而且我们看到两岸的关系现在非常的紧张 那么呃 这样的一次这个祭祖之行哈 能不能够给两岸带来一些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所以下面我想请这个陈林先生能不能从这个奇门来给我们看一下哈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次马先生的这个中国性 对 所以我们这个呃 每次都用那个奇门遁甲来看这个盘 但是很多人说哎 你为什么不可以用奇门遁甲来预测呢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呢 嗯 其实有的时候天机是不可泄露的 哎 是的 不是你不是你吃饱了真的没事盖 你就拿着这就去天天去预测 对对 没有必要 对 因为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们是要教学 所以我才来 这就是说有因有果 嗯 别人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你没有必要去干扰这个东西 没错 这就是不跑了 对 哦 所以我们说说的我们目的也是通过 不管是任何的新闻时事或者案例 我们可以学习到 对 学习到 其实有就是上一盘上一个那个 徐主席去俄罗斯 里面盘有很多东西我也没讲了 嗯 我只是大概讲了一些东西 你看我们的中国就有天瑞性出现 嗯 天瑞性就代表病嘛 嗯 而因为这个就是疫情而堵住了中国现在嘛 那也可能现在现在疫情可能还会有一波的变异啊 刚刚张文斌又不说了 所以不知道 懂了吗 嗯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存在的 嗯 虽然美国是在下面被压制了 看它的里面的循环还是不错的 对 就是它的病以及所有东西都没有产生阻碍 只是能量重叠了 嗯 所以能量重叠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能量重叠就是自己把自己给耗了 嗯 就是 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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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发挥不出100分的能量 它可能只能发挥出50的能量 但它的本质 本质的系统的运转还没有出现问题 嗯 了解 是的 了解 我就举个例子 那我们呢 呃 我说了 提门顿甲其实就是我们以前远古的黑科技 嗯 那这个黑科技是什么呢 就留给我们呃文明的实际上是世界文明的 主要它是一个叫时空宇宙模型 它是一个时空模型 嗯 所以时空模型来讲 最基本来讲哈 从 演化的到现在 当然以前是很多的牌 现在演化中1080个牌 我们就举比方说 有1080个塔罗牌好了 嗯 有1080 可是你所抽的那个 那个牌 实际上呢 你想的时候 你跟高沟通的时候 我想用什么来抽呢 好 我们就以 马英九 到达了 呃 浦东机场 4月 呃 3月27日的下午4点21分 嗯 下榻 那是不是已经定局了 对 在那个点打开这个时空牌 抽取一张这个牌出来 明白吗 哦 是的 那这个牌的信息就展现出来了 它现在的结果 它 它所做的东西怎么样都出现 嗯 那就是我说的举个例子 就是 所以我们当然 除非你是问我的话 有可能你不一定 你可能报某一种数字 我来定一个位置 来抽这个牌 一样的 但是这个呢 我们不是 我们是在学习 从我们从时空中 抽起参数 打开这个牌 打开这个牌以后 呃 什么就是日元 也是一样的 跟八字一样 定那个日元的那个肝呢 作为它的主体贡位 而那个时之 时之哦 时之就是我们讲的用事贡位 就是事情的结果的一个贡位 这样就容易了 比较容易了 那我们就一看 哎 这一看 因为假 他在假 假在秦门顿甲中 本来就要隐藏了 没有了嘛 嗯 那就怎么办呢 用指腹替代 指腹就是 因为以前的皇帝 都是有兵符的嘛 叫符嘛 有权的人 当然有权 有兵符嘛 因为指腹工位 就看他 那看到的话 整个牌代表 并不像我们上次 呃 习大大去看 整个局势之胶着了 所以这一次 那一次的访问 其实会造成 整个世界的一种胶着 那这个牌里面没有出现 很清晰 嗯 很清晰 没有任何的胶着 没有任何 非常好 但是呢 就是相义来讲的话 没有似害 也是 所以说这 啊 英九这次的 就是 技术的行动 很好 很好 对他来讲 非常的好 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 没有任何的似害 对他没有 这个OK 那他对他本身 但他呢 也有杜门 有杜的意思 就是有一些东西 是被堵塞了的 所以并没有说想象的那么好了 那么顺利 嗯 那顺利的 对对对 虽然他冲的最快 冲到 他是被堵了 所以有可能就说 呃 在这个时节节点嘛 可能中国还在考量 他并没有给他最高的规则的接见 甚至我们讲 习大带也不会接见他 谁可以这样说好了 就是说只是 虽然是破冰制 已经不错了 我觉得是已经不错了 虽然是堵的状态 那来结果来讲的话 他希望两岸和平 能够谈到一些东西的话 有没有一个这个实质性的东西呢 我们举例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人 就是实质的工位 我们来看 一看就发现呢 他的开 就打开这个局势的门嘛 开门嘛 我们不是破冰 就要开门嘛 这个开门竟然门破 门破就是词汉 就代表说 没有打开 这是有主阁的 而且有白斧 白斧就是说代表什么 主阁了 主阁柱柱柱柱柱柱就是口舌的一种是非 所以可以讲说 马云九这次的访问 他要等到好像4月7号才整个完成嘛 还有时间嘛 等到回去 马云九一定会被人骂死 就是在台湾会遭遇到这种 白斧主阁全来了 全开始要进攻他了 对 我觉得人和人都有一个先锋嘛 我刚说了 Mother Teresa说的一句话 我不要战争 我要和平 所以他只要打到一个和平的思维和理念 不管怎么样 我们来做下台都可以 我们都值得去支持他 是的 没错 确实就像陈林先生说的 我相信一场俄乌战争 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战争 对于生命的这样的一种侵害 然后对于家园的一种摧残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就像陈林先生说 我们也不要去反对任何的一方 正常的是我们就是呼吁和平 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真正的就是安居乐业吧 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说 其实老百姓真的会在乎是谁 什么样的一个领导人吗 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的生活要过得更好 安居乐业 对 而且有和平的环境才可能安居乐业 好 然后谢谢陈林先生 给我们说了一下 马亦九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以及就是说它可能会带来的结果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陈林先生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八字里面 这个是有年月日时辰 但是很多的朋友 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时辰 就是很多人说 可能是 甚至有人完全不知道 自己是上午还是下午还是晚上出生的 所以我想请问您 这个从这个风水的角度来看的话 是真的可以去判断出来 这个出生的时辰吗 这个问题是普遍问题 很多人来问 我记得有一次 我也不知道谁有来个电话 突然打个电话说 他说我不知道时辰 你能不能帮我 就这种情况 当然现在的人出生都有出生子 都没有问题 但就是以前的人的话可能会出现 那我们来讲这个出生的 这个现代的情况 我有一个表 我跟大家说一下 可能今天 所以说我们的节目是值得你们去推广的 是一种功德 你们应该把我们的节目 为什么呢 我们是讲的是让你可以学的知识 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破某一些哲理 评论一下时事就没有了 你可能是得了一个概念 但是你所学的东西 你终身不能受用 都能受用 都能受用 好了我们想说 我们能怎么来理定我们的出生的时间呢 我们先讲第一种状态 现代很多人就是破腹产 很多 是的 不是顺产的 有的人还是可能特意去选八字 然后去破腹产 没错吧 对 所以那在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我告诉大家 破腹产跟顺产有发生变化 八字 这个我今天所讲的东西 全都是 就是说 干货 都是属于古代的传承的秘诀 而且很多的秘诀的古代人也没有讲 因为古代人也没有说破腹嘛 对 对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 我要讲 就是因为把很多 前人没有讲的东西 我也讲给你听 古人所发现的东西 我也讲给你听 所以我讲说 我们的节目 其实你值得去推广 值得去点赞 值得去评论 好了 我们第一个 什么叫顺产跟开刀呢 因为这种普遍 很多人说 但是你不能帮我算一下 我的预产期 我什么时候开 就是我们讲开刀啊 就是说 提前破腹 小孩子出生 八字啊 对不对 好了 不管他是顺产跟开刀 当然八字都是相同的 你这个时间点 但是呢 如果你是开刀出生的孩子 一定的八字中 要加一个因素 就是金的元素 比不是顺产的孩子 出生的孩子要多 啊 因为它刀 就是代表 它的根筋的能量强大 是是 那为什么说 现代人的破腹的 越来越多了 主要原因是 我们现代人 大部分人都缺金 哦 这也是老天对我们那种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火很旺啊 所以我肺部就代表金啊 嗯 了解吗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缺金 所以就变成很多人 他的原神要保护他 所以很多的孩子都是破腹产出生 持生他八个字 其实他又加了一个字 九个字 加了一个根筋 加了一个筋在里面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对于以后呢 其实要记录下来是破腹还顺材 如果是破腹 其实他八个字里的五行的平衡里面 就要加入金的元素了 了解 那就是第一个秘密 我告诉大家秘密 第二个秘密呢 如果说你不知道出生的时辰 嗯 我有一个是上课 就是说 我说我不知道我出生是什么时间出生的 那我们就做一个对答 比方说这是个男生好了 那男生说 那怎么看呢 我们首先要看他 就是排名 他在他家里的排行是排几 这个排行 我想问一下陈林先生 算不算那些流产掉的孩子 我就来讲这个事情了 好了 我们讲说 有一个人说我是排 就是我是排行老大 我是来大的 那如果说排行老大的话 都是属于 排行老大 排行老四 排行老四 叫一四七 把它记下 一四七 排行一四七的人呢 都是直无某有 四正位出现 一嘛 一四七 就是直无某有 此时 五时某时 有时出生 是 OK 对 那排行老二 就二五八的人呢 就是二五八的人呢 他都是代表四目库 四库 成续丑位出生 哦 对 排行老三的 三六九的 叫迎生四害 那就代表的是 你看我是男生 我是排行老三 我是在家里 是我三兄弟 我排行老三 我就是迎生四害出生的 准不准 非常的准确 我排行老三 就迎生四害 就准确了 好 但是那个男生 我就问他 这个知道完了以后呢 那个男生说 可是我们直无某有 知道了吗 可是他距离什么时间呢 这个时候你要问他 你的妈妈说 你大概什么时间出生吧 听懂了吗 大概 他说大概可能是下午左右 下午左右 那就一定是有时了 因为五点到七点吧 嗯 了解吗 可是如果这个男生呢 说我的母亲说 我大概可能是中午以后 中午以后就是未死了 不是 这个时候呢 可能你就跟大家说一句话 你可能你的妈妈之前 打过一个小孩 她说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排行老二 哦 要这样看 对了 所以说其实他是排行老二 所以他他说他是吃完饭以后 那我说你是未死出生 嗯 一定没出生 嗯 这样明白了 嗯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相反来讲 如果你是女性来讲的话 你是女的 男女不同 一四七 就是你排行老大的 排行老四老七的 你就是迎生四害的时间出生 如何呢 你是排行老二 老五老八的 就是直无某有出生 嗯 排行老三老六老九的 就是成续丑位出生 就是大概用这个意思 当我已经举过例子了 其实这是真实的 我上课的案例 嗯 就当时有一个男生说 他是排行老大 然后我说 你可能就是直无某有出生 他说他说不是 我可能是吃完中饭以后左右 他不知道他的时间 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 你的妈妈之前打过一个台 他说确定是 那就是他 二了吗 那就是未死 未死出生了吗 懂了吗 嗯 好 当然我们知道这一点以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方法 通过项 通过项学来 理定你的时间 从下来可以 嗯 对 那像说怎么看呢 就是看你的头顶的漩涡 哦 如果你是男性的漩涡的话 就是男性的子时五时某 子时某有四正之少出生的 因为正能量就在中间点 所以这个漩涡一定在中间点 男性 对手顶上 那如果你是四育 四育就是我们四库位出生 陈旭丑位出生的 你就就左旋 就是在你的左手边 你的旋一定在左手边 嗯 如果你是这个往右边旋的 你就是迎生四害 四亿马的时间出生的 嗯 了解了吗 嗯 这是男生哦 那女生来讲的话 有个变化 这里有写 女性来讲的话 是如果你的漩涡 正好在中心点的话 你就是迎生四害 就四一马出生的 如果你的旋是往右 往左的话 你就是植物某有出生的 嗯 如果你的发旋往右边的话 你就是程序丑位出生的 了解 嗯 这是这是一个哦 所以我们会通过 可以记住的一个东西 是的 对 然后再加上你问母亲 大概的时间出生的话 就已经确定了你的时间点了 对吧 嗯 对 但还有一种人 他妈妈根本都不记得 是白天 完全不记得 对 完全不记得 全部都不知道了 怎么办呢 对 那只有抽签 我们讲说叫触击法 跟高我连接 哦 最简单的触击法 可以这样说好吧 就是 这只能这样 这也是一种能量 通过高我来高数 因为高我是可以知道你的时间的 嗯 我不知道 就像高格地图样的嘛 他看得远 站得高嘛 嗯 那你可以把 值无某有 城市无畏 深有虚爱 十二个 都放成一个 十二支签 然后呢 你就祈祷完了 又抽一支签 那个时间就是你的时间了 这样懂了吗 哦 哦 那就可以了 嗯 这就是高我连接 当然也有 金门顿讲的方法 你可以约定 因为 因为什么意思 补挂 其实是你跟高我之间的约定 我一直在讲 听懂了吗 是 就是 高我的约定的意思就是说 我 我 不要那个近战这样的 就高我说 呃 红旗不倒 你就这个就是口号 哎 你就是 就是我们一起了 你进来 这个意思 嗯 你跟他之间的约定 也就是 所有的补挂 都是你跟高我的约定 你不管用什么方法 你用塔罗也好 你把杯也好 对不对 你可以用这个百药 这个水晶球 都是你之间 要跟他之间 发生一种约定 你约定好了 就是这样 红色的夹标说是好的 那绿色的就是不好 这样子简单了嘛 所以你约定好 我想要知道的约份 我从中抽一个 那就是你的嘛 这样简单 了解 好 第一个 还有一种是什么 写错时间了 就是 他 他本来是某年某年某年出车的 可是后面呢 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 把他的时间 你全写错了 这种情况 我的父辈 我问我父母亲的时候 都写错过 他说他的出生时间 写在身份证的时间 跟他的出生时间 根本不对 这个很正常 对 因为我无限写错 那怎么来办 你问我呢 我告诉你件事 如果写错了 记住啊 那就是你的高我 你的原神帮你的 因为有可能 你那个时间的运气 你出生练习 在那个时间点 会非常不好 甚至可能死亡 走 那这个时候呢 无形中 就借了一个人的手 或者是一个 操比员 操错 或者他自己 那个时候 他也不知道嘛 就闭点就瞎田了 有可能的 这个时候 就代表着 重新给了一个时间点 你就用 写错了 就是在你的身份上 那个时间点 来演算你的八字 也就是将错就错了 就是他 因为所有的信息的本质 本来宇宙万物 都是虚假的 嗯 了解 那你所出现的 你所用的东西 本来就在你的潜意识中 他为什么会有 就有他的因缘 所以就用那个出生的 那个时间的点 虽然是你觉得是 可能谁说 实际上就是老天给予你的 你就用那个去算 绝对正确的 了解了 哦 所以玄机就在这里 刚才这张图表 大家这个 好好的这个截图下来 如果你真的是 不知道自己的时辰的话呢 这个一定要来 这个对比一下 来看一下 然后当然如果是 你还是不是很了解的话 可以来直接询问陈林先生 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陈林先生 跟大家的分享 辛苦您 谢谢 谢谢 是的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网友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帮助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直播下方留言 或者是直接来添加 陈林先生的微信 那么我们的这个节目 是在每个周六的 每期时间的早上十点半 那么都不要忘记收看我们的节目 和陈林先生一起来聊风水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晚期再见 晚期再见 再见 晚期再见 晚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